它開始了一位安妮 2006年3月的時候 一個化名為安妮的女士 她控制說 她的前夫在中國大陸蘇家屯附近的一個醫院 親手摘取了兩千名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 而且不只這樣 除了她本身之外 還有其他的醫生也參與了這些暴行 中國政府呢 否認了這項指控 在幾個禮拜之後呢 也有許多的調查單位組團到蘇家屯醫院 去調查這件事情 想要釐清這件暴行是不是真的發生了 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 經濟飛速增長 與此同時是高額利潤刺激下 日以驚人的器官移植數量 特別是在1999年以來 中國的器官移植更是呈現爆炸式的增長 2006年 中共官方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數 已達到近兩萬例 列居世界第二位 而且享受器官移植的人群 也從中共高官特權階層 擴展到所有能付得起高價的有錢人 在2007年之前 只要能負擔數十萬元人民幣的費用 中國的許多大醫院 可以提供全世界最短的器官等待時間 從2000年以來的六七年間 一些醫院公開聲稱的器官移植等待時間 是一週到四週 甚至是幾天 許多大醫院的移植手術 多臺同時進行 昼夜不停 在驚人的速度和數量後面 卻隱藏著一個問題 在中國 這些用於移植的大量的人體器官 到底來自何方 美國是器官移植第一大國 擁有全國性的器官捐獻者數據庫 和等待者數據庫 以及一個高效的全國性器官移植 和共享網絡 約八千萬人的志願人群 同意死後捐獻器官 與此同時 親屬間捐獻器官的數量也很大 即使這樣 在美國做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時間 也是相當長的 心臟近八個月 肝臟兩年零兩個月 腎臟三年零一個月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用於移植的器官 必須來源於健康的人體 而且在移植中 器官的缺血時間必須非常短 腎臟要求少於12至24小時 肝是12小時 而心臟是4至6個小時 所以如果不是親屬間的活體捐獻 用於移植的器官 只能來自於剛剛死亡的健康的志願者 不僅如此 病人只能接受血型和組織型 與自己相匹配的器官 在非親屬的人群中 這種匹配的機會只有6.5% 顯而易見 等到一個合適的健康器官的概率 是相當小的 在中國由於文化上的原因 以及缺乏相關的法律保障 中國人志願捐獻器官的人數少得可憐 到2007年9月為止 中國只有61例 腦死亡者捐獻器官 而親屬移植只佔器官移植總數的1.1% 合法合理的器官資源如此匱乏 可是中國的大醫院卻似乎根本不用擔心器官來源的問題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曾在他的網頁上聲稱 得到匹配肝臟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兩周 第二軍醫大學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請表 曾經明確地寫著 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周 中國的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7號報道 我國約98%的器官來源都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 那麼這個非衛生部系統是什麼意思呢 中國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在被關閉前 透露了更為驚人的信息 在網頁的常見問答中 何然有這樣的組問答 問 即使移植手術成功 術後存活期也不過二至三年嗎 答 的確我們會經常聽到這類提問 但這是指在日本開展的 由腦死亡者提供的 屍體肾移植 在中國開展的是活體肾移植 與各位在日本的醫院 及透析中心聽說的 屍體肾臟移植完全不同 問 接受肾臟移植是否會感染上其他的疾病 比如艾滋病 肝炎等 答 這種擔心是完全不必要的 腎臟移植最重要的是組織配型問題 進行活體肾移植前 首先要檢測供體腎臟的功能 及供體者的白細胞 以確保移植用腎臟的安全性 為此可以說 比起日本的屍體腎臟移植 這裡更為安全可靠 這一組問答透露的信息是明確的 器官不是來源於屍體或者腦死亡者 而是來源於活著的人 而這家中心並不是中國唯一提供這種 活體器官的單位 我們不知這個控訴到底是真是假 事實上我們希望這個控訴是假的 因為我們明明相信人性本善 除了艾滋給我們的一些聲明之外 我們沒有其他的證據 那我們也沒有接受任何的報酬 就我們著手調查這個報告 在著手調查報告的時候 最困難的就是收證 這收證的困難度是至高 我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呢就是這個既然是活摘器官 所以呢這個受害人他一定是死亡的 再加上這個行凶者呢 他本身絕對不可能去承認他的犯行 如果他真的有這方面的供詞 他的供詞其實是不可信脈的 是很有問題的 中共官方醫院的這些記錄 還有調查他的報告資料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獲得 他們不可能讓我們去接受他 不可能讓我們去得到他這方面的資料 犯罪現場呢也一定是 都已經是清理過的 在手術之後都是消毒的 所以就形容一個空的手術式 我們也沒有辦法跟中國醫生接觸 中國這些醫生呢 如果我們跟他接觸了 他們本身的生命也會處於危險 種種的方面呢 致使我們這個調查的過程充滿了困難 所以我們要開始做的是 這個調查的困難度 我們自己就建立了一個方法論 就建立了一個搜證的方式 這個方式呢 是讓透過採集大量的證據 根據這些證據呢 分析、查證、交叉、比對 得出了我們這些結論 它並不是一個單一的 從單一的證據中 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而是從許許多多大量的證據 而是從許多多大量的證據 整體上我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就是阿隆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這個指控是一個事實 一名曾在瀋陽市蘇家屯區的 遼寧省血栓中西結合醫院工作的女子 向大紀元提供了 關於這個神秘關押地點的更多細節 她說這個秘密關押地實際上 就設於她所工作的醫院內 具體地址是瀋陽市蘇家屯 雪松路49號 在這家醫院發生了大量活體摘取 法輪功學員肾臟、肝臟和眼角膜等器官的 害人罪惡 我的肩膚曾經參與過 摘出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手術 他是一名腦外科醫生 參與摘出法輪功學員眼角膜手術 包括部分在法輪功學員活體上摘出眼角膜 我的家人告訴我說 她說你不知道我有多麼痛苦 因為這些法輪功學員是活的 若從死人身體上摘出器官 這還好說 可這群都真的還是活的 這些事情都是秘密進行的 我們醫院參與的醫生 很多是從其他醫院調過來的實習醫生 這些人的器官被摘出以後 有的人就直接被丟進 分子落中火花 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不只是在蘇家庭醫院附近 也不只是現於 浩米安妮的這位女士的前夫所做 她遍及整諸國 不只是眼角膜背在處 而是全身重要的器官 包括腎臟肝臟 包括心臟這些 全部都被割在 不只是我們 全世界有許多的學者 醫生也從事相關的研究 包括台灣的國醫生 還有國醫師 所以還有包括西方的學者 都得到同樣一模一樣的結論 文工學員被大量的摘捷 結果器官 喂 您好 我現在有一個表面 頂心肝臟18年了 是慢性活動性 頂心肝臟 但是現在 我跟妳講 你這個肝臟是可以的 那我就問啊 等要等多久 工具有啊 天天有啊 現在 我們今天要做 不是 你現在不是說是有新學者 有活活的人的 你這個 都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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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3月8號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 前中共駐日媒體記者 向美國大紀元時報披露 在中國遼寧省 瀋陽市蘇家屯區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大量法輪功學員 被秘密關押在此 他們最後會被殺死 內臟被摘取 用於移植 您估計大概有多少 華人工學員被關押在裡面 我不能很確切地 那個說這麼一個數字 因為經常性有變動 但是在當時吧 所得到的數據呢 應該是有6000人 一名署名瀋陽軍區 老軍醫的國內人士 給大紀元網站投書 再次證明 蘇家屯集中營的存在 並且說 在全國各地 類似的集中營 有幾十處 一個月後 老軍醫再次投書大紀元 公佈更多 活摘法輪功學員 器官的細節 他說 法輪功及其他關押人員 在關押期間 使用是真實的名稱 但是在進行器官移植時 使用的是偽造的假名字 也就是一個虛構的人出現 但是這個人的資料是完整的 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 自願書上簽字的 當然是代簽的 我接觸的資料中 僅這種偽造的代簽資料 有六萬多份 都是什麼本人自願 進行某種器官移植 並承擔一切後果 甚至還有移植心臟 許多的簽字都是一個人的筆記 這類資料的保存期限是18個月 然後必須銷毀 這位老軍醫還說 很多人都將器官移植的數據 集中在官方公開的部分上 實際上 在中國進行的地下 非公開的器官移植數量 要比公開的多幾倍 他現在舉一個電話調查的意思 他打電話到廣西 就是吃南宁市民族醫院 打電話給盧國平醫生 然後他特別強調就是說 你這個是法輪功是 工序比較健康比較好 是不是用這種 你就說是啊是啊 一般都喜歡健康來做啊 那是在哪裡呢 在監獄裡找的 親自挑選的是吧 對啊 就是肯定挑選 可是呢 為什麼這個計畫錄音比較特別呢 就是中共 他透過大家在下面一段有看到 他做了一個紀錄片 來回應我們這個報告 像是在香港的富皇電視台播放 那問題是呢 他在紀錄片中呢 雖然我們手上有他的錄音 當初採訪他或者是書證的錄音 可是他在紀錄片中卻說 他當初在電話上不是那樣說的 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報告引用的數據之一 是中國醫療器官移植協會副主任委員 石炳毅 在中國官方的健康報 2006年3月2號 器官移植要設高門檻一文中提到的數據 石炳毅在這篇采訪報告中說 全國至今已經實施各種器官移植9萬余例 僅去年就進行了近萬例的肾移植 近4000例肝移植 然而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 石炳毅失口否認自己曾經說過這樣的數據 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為什麼 因為我頭腦裡就沒有這樣的數字 我沒有過非常詳細的調查 哪一個時間量是多少例 我沒有這樣的數字 所以我也不可能說 大衛報告中引用的石炳毅的話的原文 在互聯網上還有據可查 而且被其他中國國內媒體轉載 而來自中國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 其他專家給出的相似的器官移植統計數據 也在中國政府的媒體網站上比一比皆是 這些數據 與健康報2006年報道中引用的 9萬余例的數字互相呼應 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報告中的 另一類證據 是對中國大量醫生的電話調查記錄 在被調查的醫生當中 很多承認自己使用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作為器官移植的供體 廣西民族醫院的盧國平醫生 就是被調查的醫生之一 瘋狂衛視節目採訪了這個盧國平醫生 盧醫生在採訪中 承認接到了調查員的電話 承認被問到了錄音中的問題 但是否認自己做過那樣的回答 他問我那邊是不是用的是法輪功的那些器官 但我告訴他 我說我並沒有參與這方面的手術 不知道他們器官是怎麼來的 這方面我沒辦法回答他 那你的同學有沒有跟你說過 他們做的這些都是這種法輪功的 是不是 有些是法輪功 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那現在就是說 我想找幾種 給我這幾孩子找幾種法輪功的 你問他他能幫我找到嗎 那肯定能夠找到 不能找到 他在這個報告裡面說 你們以前用的法輪功供體是從監獄裡面 還是從看守所裡面拿的 他裡面說我的回答是從監獄裡面拿的 但是當時我的回答並不是這樣 我的回答是我們醫院沒有這種資質 我本人也沒有這種資質 所以不可能拿任何器官 就是說你們以前用的 就是說是從哪裡走 是看守所還是到監獄呢 在監獄裡面走 監獄裡 他那種就是 都是那種健康的法輪功是吧 健康的法輪功 對對 其實要學得好好的 常用的作文 因為這種東西 都要保存質量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他說 那你們都要到監獄裡面自己去挑選嗎 他當時說我的回答是對 肯定說要去挑選的 這個問題當時根本沒有問到 沒有那回事 那是都要 像你們都要到監獄去自己去挑選是吧 對對對 肯定挑選 那挑選如果他不讓你抽選怎麼辦 他肯定會讓 他怎麼會讓 他有法解在裡面 你怕什麼 這些東西都用不到你們擔心 不是 我知道 他知道會是給他這個區區關移植嗎 他會知道嗎 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就是那就不讓他知道是 知道他就不讓抽了是吧 對對對 那怎麼說服 他說 他說你抽選幹什麼 那你怎麼講呢 這個他們會有辦法 這個不是你當心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 他們面對監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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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政府呢 卻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跟這個盧國平醫師呢 所做的這個電話收證 這個錄音被我們錄下來的 那這整整錄音呢 這個記錄呢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 大家在網站上 資料都可以下載的 所以呢 從這裡大家就可以看到 針對了我們這個調查報告 中共的反應是什麼樣的 它的反應呢 就是不是合理的 而是愚蠢 或者是用一些欺瞞的手段 告訴它的民眾 這個活摘器官本身牽涉到 許許多的問題 它的所牽涉的問題相當的廣泛 大家呢可以仔細閱讀我的這本書 可是我特別要強調的是 台灣 台灣人民本身 是牽涉在其中的 它不只是活摘器官這個議題的一部分 我們有許多人到對岸去 做器官移植 它也是 台灣本身也會是一個解決之道 我們台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在2017年政府的報告顯示出來 這勞教所裡面所關押的 有一半都是法輪功學員 1999年為什麼北京政府 中共政府要向法輪功宣戰 要把法輪功當成敵人 這是因為我認為是中共本身的黨性 就是共產黨黨性的偏執 只是因為法輪功學員 後來因為修煉者眾多 人數超過共產黨本身 挑戰了中共最高的這樣的權威價值理念 所以它就迫害法輪功 開始鎮壓禁止法輪功 99年鎮壓法輪功之後 有數十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關押 數萬人被送到了勞教所 幾千人的器官 就因為被牧取而活活的被殺害 中共持續這十幾年來 持續的妖魔化、非人化 把法輪功宣傳、抹黑、毀謗 米特斯跟我都不是法輪功學員 但是我們走法是45個國家 我們遇到了虛虛多多的法輪功學員 我發現他們都有共同一個特性 就是他們對人都非常的關心 非常的沉靜 工作也非常的努力 他們充滿了堅韌等忍耐的毅力 還充滿了人性的尊嚴的光輝 我的觀點認為呢 中共長期以來選擇 跟這一大群的民眾為敵的原因 是因為中共政府它本身的極權 那再加上後來這個放任的資本主義 是無所不可為 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政策 使得中共真的與廣大的人民利益為敵 不再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 如果他們尊重法輪功的話 這樣的一個破壞是不會發生的 就是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器官移植的病患 他需要器官多倫多 他呢因為在多倫多等不到器官真正 他飛到中國去 比如上海的一家醫院 通常大部分這些醫院呢都是軍醫院 或者是呢 執行器官移植手術的這些醫生呢 都身穿軍服 那這些醫生呢 他們就會替他做驗血 然後呢再給他做電腦 電腦的選擇配型 這一點我要特別再附加補充 剛剛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就是法輪功學員在被關押到勞教所之後呢 每三到四個月就會有醫生替他們驗血 這些醫生替他們驗血這件事情呢 是法輪功學員跟其他所有被關在勞教所學員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受到很特別的這種所謂的待遇 但是事實上他們受到嚴重的酷刑 所以就不是為了他們的健康 那因為這個法輪功學員被驗血 所以他們有一個器官的這個固體褲 也許某一個他們在電腦上 就選了某某的一個法輪功學員 他被選中了 器官血型組織配型都相合 就這樣呢 這個人他會因此受到特別的酷刑虐待 然後被拉到手術室去 他的器官被逃空火災 之後呢 透過解放軍的飛機 空運 直接空運到上海的這個醫院 替他做這個器官移植 完成器官移植之後 病人被回多了多 我在此強烈呼籲就是 政府應該立法 比如說台灣 立法院立法呢 應該要懲罰那些 沒有獲得器官捐證同意書的人 他們如果到中國做器官移植的話 他們回來要受到處罰 周玉韻是來自廣州的法輪功學員 他曾於2000年1月被投入廣州茶頭女子勞教所 非法關押一年零十個月 後又被抓捕 輾轉於廣州的五個洗腦班被反覆折磨 轉到最後一個洗腦班 又沒有別的肯收的時候 就轉到就是 又我本身屬天和區的嘛 就天和區那個洗腦班把我拿回去了 就是那個醫生就帶我 專門帶我到醫院去檢查 檢查很詳細 檢查得很詳細 還有那個腦電圖什麼 當然抽選那是必然的啦 當時令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做那個心臟 那心臟的檢查他們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細 結果後來又帶我去檢查 然後檢查完了以後 他覺得又要帶我再去做那個心臟採操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我心臟也沒問題 他們老師為什麼老師在我這心臟上面做文章 他們會做胸部和腹部的X光檢查 他們會做肝臟和腎臟的超聲波檢查 他們會取很多血樣 有時他們會把血液抽出來 放到八個不同的飾管中 這說明他們在做組織配型 也就是檢查看有沒有病 有沒有那種使器官失去利用價值的疾病 同時也在看被抽血者 和器官受體的血型和組織是不是匹配 他們還做很多尿液檢查 看肾功能是不是健康 一方面是毫無人性的酷刑折磨 另一方面是奇怪的體檢和抽血 看似自相矛盾的行為 讓很多不知情的法輪功學員迷惑 而更奇怪的是 進行體檢的醫生 並不救治真正受傷的人 而只對健康的人感興趣 一個醫院用的白式相識車總是停在外面 因為這個車子它開進來 車子開進大樣子裡面 你去騎什麼你就看得到白的車子 很爛啦 比如說他這個車子白車子 皮靜不太大 老頭告訴蘭尼 這個人其實是要被活摘器官的 外面的那個車是為了干這個用的 經脉注射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2006年11月 蘭尼被轉到同一監獄的另一監市 這裡還關押著一個姓陳的法輪功學員 老頭說 對這個法輪功學員和對待死刑犯 基本是採用一樣的程序 一個人來對其進行驗血 將注射器插到其脖子裡 穿白大褲的人來將其帶走 一個醫院的白式相識車在外面等好 在中共的這個系統之中 當一個人被打成政治犯了 當一個人成為這個中共的敵人 或者是被劃定為是一個國家的敵人的時候 那麼怎麼對他都不過分 那麼法輪功學員呢在受迫害的時候 很多方面都符合了這個條件 一個中共拼命地妖魔化 把他當作是一個最大的敵人來對待 所以呢在社會上 大家都知道中共已經把法輪功作為敵人了 我有個朋友他剛從中國大陸回來 他在北京出差的時候呢 他坐上計程車 計程車跟他講說過兩天我們要這個罷工 所以的話我們呢你可能過兩天你就坐不到這個我們的計程車了 那後來呢過了兩天之後 我這個朋友呢又坐上計程車了 然後就問他說 你不是前兩天我坐一個計程車告訴我說 你們呢要罷工嗎 就說要聯合起來要做些事情 他說我們不敢了 為什麼 因為計程車的罷工活動被定性為法輪功活動 計程車根本跟法輪功沒有關係 可他把計程車的一個聯合的一個行動定為為法輪功活動 那我這個朋友就問他說 這個計程車定為法輪功活動啊 這個聯合活動那什麼意思 他只要是被定性為法輪功活動的 意思說政府就可以超越法律把你往死裡整 所以只要政府一定性你不練法輪功 可是都把你當做法輪功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中國的朋友 就得到一個清楚的訊息 就是說政府準備對你非法的下手 而且怎麼樣下手都行 因此北京呢那些計程車司機就不敢罷工了 因為他們變成法輪功了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的話就是法學院 我自己的指導教授在中華民國 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律師 陳長文 陳律師 那我多年來一直跟他講 這個法輪功受迫害的情況如何如何 因為當律師嘛 常常看到這個黑暗面 所以他也不以為除 他知道說中共的這個極權的確很可怕 直到有一件事情發生 他說他不知道這個中共已經把法輪功 在整個的中共的政權上定位到那麼高的地步 就是他自己在北京大學有教書 然後在其他的一個中國的大學裡頭有兼課 他發現他舉了兩個例子 包括上海的復旦大學 另外還有個政法大學 你入學的時候 研究生入學的時候 必須要填一個保證書 就是你堅決不修煉法輪功 其實呢 在我們看來就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他您決心鎮壓到底 絕對不給法輪功一條生物 所以讓所有可能成為律師的 這些法學的學生 在他一進到學校的時候 就斷了他替法輪功爭取人權的念頭 多麼狠毒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憲法 這個憲法呢 真的變成了一紙荒唐言 明明白白的有這麼多的 基本權利的規定 可是不讓這些有志於學法律的人 去維護基本人權 甚至在入學的時候 就先要斷了他的信仰 否則的話 你是進不了那個法學院去入學的 這是陳老師親口告訴我的 他搖搖頭覺得說不可思議 中共已經痛恨法輪功到這種 完全喪失理智的一個地步 台灣一直在兩岸三地 扮演一個民主的一個燈塔的角色 可是這個民主燈塔的角色一直缺了一塊 就是我們的政府 對中國的人權的敗壞真正的表態 我們覺得今天中國人權最大的困境 是在於末世 也就是這個血腥的活災器官當中 David Matos和David Kugel 兩位偉大的西方巨人所寫的 就是冷漠 而這個冷漠是政府帶頭冷漠 沒有任何一個政府真的是 in public為這12年的迫害講一句公道話 也包括了中華民國政府 但是由於他們兩位在2006年的來到 曾經出現了一切曙光 就他把這個星球上面前所未有的邪惡呢 向中華民國政府揭露 那個時候也是我跟兩位大衛先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必須要把這個故事稍微跟大家講 然後帶一個歷史的長度到現在 2006年他們兩位把正式的展開活體災除的調查之後 我們很快地迎接他們來台灣 當時的立委現在是台南市長 也是醫師的賴清德賴先生 當時在立法院為他們舉辦了一個公聽會 當時把這個活災器官的事情在台灣社會當中揭露的話 當然每個人覺得觸目驚心 於是我們當時的時任的副總統呂秀蓮 跟大衛喬高先生是舊士 我陪了他們兩位進到總統府去 在短短的將近半個小時的揭露之後 這個副總統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因此隨後我們在總統府開了一個研討會 我也受邀參加 當時的研討會就針對這個活災器官的事情 當時呂副總統做了三點才是 我希望這個檔案還在總統府沒有被銷毀 可是我還有當時開會議的資料和會議的結論 最主要是三個結論 第一個的話就是要成立一個陸委會法務部 加上衛生署三個化部門的一個 叫做台灣人赴中國大陸器官關懷委員會 然後另外加一個人權小組 人權律師小組以我為首 然後針對如何在台灣去宣導 這個周知所有台灣民眾 這個活災器官恐怖事實的發生 這是衛生署要做的 第二點才是 第三點的話就是法務部跟陸委會 跟這個人權律師小組 應該就目前的相關的醫事法令 還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等等的 這些行政法律也好 或者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也好 做個通盤的徹查 尤其當時的副總統特別的提到 覺得這件這整個事情當中 台灣的醫師如果有參與仲介的話 是最可惡的 等於是這個醫師以他的專業來仲介殺人 因此的話對於醫師的懲戒 不應該只現在懲戒的這個情況之上 怎麼樣在這個醫事法當中 有一個更清楚的一個形式的規定 也希望我們這個小組能夠做一些study 可是不幸的是 當時的陳總統並沒有這個清楚的表態 所以時間就一直嚴格到政黨輪替之後 那政黨輪替之後的國民黨政府的話 就我所知就完全沒有下文了 但是我們台灣的民眾進入到中國大陸 去做器官的移植手術的人 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而當時去協助請兩位大衛到這個立法院聽證的 賴清德賴立偉 那時候賴立偉 受到很多醫師團體的壓力 他個人還跟我打電話說 很多醫師問他為什麼要管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想到那個仲介的利益是多麼的大 前兩天我們在立法院開了這個記者會 那上次也是一個中文的新書的一個發表會 有這個衛生署的代表來 他講的話呢 還是2006年那個時候差不多是那個時間大概的東西 因為語言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並沒有很正確的告訴兩位大衛 台灣到底這五年來進步在哪裡 在我看來 或在我們法輪功律師來看來 根本沒有什麼進步 用兩個例子就可以說 今天在台中在台北 還是不斷的有醫師到中國大陸 協助器官移植手術的這種技術 到那邊去做教學 這種很清楚的 那些醫生回來之後 換手錶 換房子 換太太 這個是在台北幾乎眾所周知的 台中 台中有很有名的 專門做這些器官移植 縱介到中國大陸的 這五年來他還安坐在他的位子上 我曾經問過衛生署署長 為什麼不主動去查 他說因為沒有人報 我說沒有人報你就不用去查 你們在醫界身上所有人都知道的 他無言 他反而問了我一句話 當時的衛生署長 他說朱律師 如果我有親人 需要腎臟或者肝 他這個有生命危險 你覺得我應不應該到中國 讓我的親人到中國做器官移植 我跟他講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要是知道這個器官來源不明的話 我不會因為要救我的親人 而讓我的親人去殺另外一個中國人 我不會 他當時無疑言 可是我也可以看出那種內心的掙扎 所以這個呢 事實上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困境 並不是說法律的規定 目前的不完整 在執行方面事實上是沒有那個勇氣的 我記得當時的呂副總統講過 如果真的要跟中南海談 這個活災器官的事情的話 就得與跟中南海宣戰 那當場的那個邱晃權律師 邱律師還說 就算他們認為宣戰你也應該談 因為這是一個需要他們回答的事實 應該要在國家的高度上去問這個事情 我們的政治人物還是無言 因此我們接下來就往立委那邊去發展 而我們的立委受到了很多利益團體的影響 我想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台灣 可是就像David Matos剛才所講的 Dr.David Matos剛才所講的 你台灣人由於跟中國的這個關係非常的熟 非常的這個平凡 所以的話你的人手一本 剛才我們的吳少長講 就是說這個中國人必毒或怎麼樣 我覺得全球華人必毒 因為去那邊做器官移植 並不只是台灣人 你說台灣人好像是大宗人口吧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在印度 在其他很多國家 也不斷有人到那邊做器官移植 所以不管是英文版的 或中文版的活災器官 你最起碼要讓這群活在地球上的人了解 在這個星球上曾經發生過那麼嚴重的暴行 他不能夠無知而無辜的被拖入去當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幫兇 他不但給了一大筆錢去協助殺人 甚至很多接受器官移植的人 病人回來之後 他還是沒有辦法真的獲得健康 那因此在這種又殺人又不理解的一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台灣人要去擔任這樣 擔任這樣子的道德跟健康和生命的一個風險 我不知道國民黨政府最後會怎麼樣來面對這個話題 我們嘗試這次能讓我們的兩位大位能夠見政府的官員 包括法務部司法院和總統府 可是很可惜的並沒有得到非常確定的回應 我想沒有得到確定的回應 代表了他們真的知道活摘器官的事情 他們可能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如果他完全無知的話他可能就見了 他可能見了之後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政黨利益的思議的考慮 所以他不敢見 所以我們相信從上到下應該都已經知道 這本血腥的活摘器官的問世 而這次從北到南等於是從2006年5年之後 兩位大位再來到台灣的時候 與其說是把中文新書介紹給台灣社會 倒不如說他們的出現 再次成為台灣政府跟台灣民眾的一個警鈴 告訴這群曾被譽為或還正在被譽為民主燈塔的2300萬人民 你所交往的中共政權下面的中國人民 他們的人權是怎麼樣受到剝奪的 那些來台灣採購農產品的 滿口統戰的那些中共官員 他們是怎麼樣協助手術房裡的那些醫生 來摘取把文工學員器官牟利的 沾滿血腥的中共官員 台灣以理相待 這個世界是不是是非顛倒黑白不分呢 和藉由這本書 這本極具人道的書 當時我記得我在看完英文版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感動 其實我是自告奮勇的 跟博大出版社的負責人講說我想參與 協助翻譯 因為我信頭非常的清楚 這12年來看了那麼多中國人權的慘況 卻沒有一本書能夠經由這麼清楚的論據 這麼清楚的辯證 把整個中共殘害人民的事實講得有理有據 而且他的胸懷絕對不僅限在法輪功學員的身上 今天活在任何人的器官 我相信都不是大衛或者在座的任何一位 所能夠允許或所能夠容忍的 所以他揭露的是一個中共最可怕的暴力本質 今天是另外一個人不是法輪功學員被活摘 我相信兩位大衛也會站出來做這個事 而且兩位大衛 David Metz他一再的強調就是說 他希望每一個人 人權的維持是讓每一個人站出來 不是說你指望政府替你做什麼事情 當你們每一個人在民主的規則當中 都能夠站出來講一句話的時候 這些受迫害者 他就能夠得到一定的保護 也讓加害人有一定的節制 只是現在中國大陸 我們沒有看到在中共的政權下 有這一線曙光 而他們兩位也沒有辦法真的去接近 他們想要去調查的 包括醫院的記錄 包括醫生的一些訪談 這個就是中國人權目前最大最大的困境 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存在 導致了所有最可怕的罪行 在沉默跟黑暗當中進行 而海外的這些有權有勢的一些團體也好 政府也好 卻沒有善盡責任 媒體方面呢 我們也一再要求有更多的獨立媒體 在台灣像新唐人 希望之聲大紀元 能夠真的把這些真相接觸於世 最後的話我想 當我前幾天 跟坐在David Mattis旁邊 我問他說 你覺得現在你所知道的 台灣的這個 中國的大陸受迫害的 這個活摘器官的情況 他簡單的講了一下子 不過他相信 這個事情呢 還在恐怖的進行著 甚至有更多的法輪功學員受害 我想你今天21世紀的第一個 第一個十年已經過了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在場的 不論你是不是法輪功學員 我們中國人說一句話 台灣人也是一樣 不管你是有什麼樣的政治性 你給修煉人 你幫一個修煉人 你給一個和尚一口飯吃 都是有福報的 更何況你在你眼前面臨的 你所看到的 這些這麼慘的活摘器官的慘區 你真的能夠蒙住眼睛 就假裝看不到 污上了多 就假裝聽不到嗎 這個歷史的傷口 已經演了12年了 傷口很深 怎麼樣能夠把這個傷口撫平 答案應該不是在中國政府的手裡 而是在人口的手裡 今天我覺得 今天台灣要成為被尊敬的國家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再停留在過去 我們的經濟是如何成長 因為那是過期 那不是只有過期 那是知道正面不會幸福 沒關係 那麼新階段而言 我覺得說 我們人類遇到相當多的問題 那麼你我 我們台灣人 我們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麼我們在回應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是怎麼樣解決的方式 比如說 我們對於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有沒有進行法案的lobby 我覺得非常具體的 OK 那麼我覺得我們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培養我們對於 我們自己的醫療的習慣 到底是什麼 Is it ethical or unethical 那麼這方面 我也覺得 我們應該是可以直接來做的 所以我也鼓勵我們 今天我覺得 David丟給我們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成為一個世界上 人家尊敬我們的國家 其實要人家尊敬 絕對不是開辯子 開Infinity Q45 或Luxia That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win the respec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我覺得我們真正能夠 Win the respect should be OK Our strong and firm stand on human rights Our very strong and firm stand on democratic value and freedom and liberty 我覺得 我們今天的答案 我們要重新 在這個issue上面 我覺得要站立的穩 OK 非常重要 剛剛David 他跟兩位David 特別提到 一個令人害怕的事情 我看的是非常害怕 他覺得中國的器官 活器官 掌握的不是在 不是在衛生系統的人的手裡面 掌握的是在公安 甚至是在 軍事系統 軍方的系統 我現在 我覺得 很厲害 我會怕 我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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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 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們要正視這方面的問題 OK 其實各位 你了解到說 軍方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後面再配合 另外一套的市場經濟的法則 那在後面 你會發現這個事情 會讓人失去的理性 會讓人的貪心 受到非常重大的挑戰 為了取得更直接的證據 海外的調查員 以需要患器官的海外病人 或其家屬的身份 打電話直接詢問中國的移植醫生 有關供體的來源 有人問你沒有進入到中國 你怎麼知道的 事實上 我們通過一些非常聰明的 會說國語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 進入到了中國 他們所做的是給醫院打電話 假裝要求得到法輪功的器官 我看到他們所聽的 是宋主任嗎 您說吧 他那個醫生跟他講 就是說這個聖元挺好 就是練法輪功身體都比較好 我們會有 我們也會有 這個我們可能大概有 今年到現在為止 可能這樣有十幾個這樣成長 喂 請問是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 那你們這邊的話 有沒有可能就是法輪功這樣的聖元 有沒有可能有幾個 法輪功能有應用嗎 是不是 你管他法不法輪功 是不是 你好 你是中山醫院 對 你好 該不要醫治中心嗎 對 我需要諮詢一下 我再一會 我再一會 好 喂 喂 你好 你是醫生嗎 你是哪裡 你先姓啊 我怎麼稱呼你 我先審你 你先審啊 這個醫治手術 可以走了 那要等多久啊 來那個時候 有禮拜 九月就可以走了 那但是這個 時空的這個就是有藉口 有新鮮 那他還是好的 給你喜歡的都是青少年 幾種類的這個法輪功 就是這種時空的 這種 這是我們都是的 這種 大概在50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 黑人 絕對不能跟白人 同樣在一家的餐廳裡面 白人的餐廳一定會寫 你知道 黑人跟狗 都絕對不能進來 你知道齁 在南部的 美國南部的 有很多的地方 是 白人 可以坐汽車 但是有一些 黑人也可以坐 但是黑人 絕對不能坐前面 黑人一定要坐後面 因為他本來是黑黑的 還要把他噴了黑 那也沒關係 你知道嗎 看起來是黑的 有一邊有一個黑的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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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那些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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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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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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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白忍都已經坐滿了 所以他就坐在黑忍在坐的第一排 叫那個Rosa說叫他起來 坐到後面去 那天這個Rosa 沒有讀過多少書的Rosa 他流眼淚他站在那個地方 他告訴那個白忍的駕駛他說 我已經累了 I'm tired I don't want to move anymore 我已經非常累了 I don't want to move anymore Rosa 我覺得各位今天你我你賺累了嗎 這樣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賺得很累了 人的幸福絕對不是從賺而得來的 人也不可能賺得全世界 各位我覺得今天我們要發揮一種 從真正人權為出發點的政治體制 真正以人權為出發點的公民素養 真正以人權為出發點的 共同體的價值跟精神 我覺得唯有如此 你我才會得到最大的保障 如果我這一生所努力的是 因為我是一個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回來 然後我的社會地位比別人高 其實各位你知道嗎 到65歲我就回歸跟一般人都一樣了 如果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用那種高高在上的心態的話 我65歲都一樣了 我65歲開始做倫理了 你知道 我65歲開始被推到醫院裡面 被活摘器官了 那怎麼辦啊 各位 那我才不要 我才不要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 我希望 我當我已經中風了 我當我開始已經了解到說 我已經在這個社會 好像是被邊緣 但是我生活在一個有人權的社會 你知道 我生活在一個 我的尊嚴不需要靠著我的知識 我的尊嚴不需要靠著我的社會地位 我的尊嚴不需要靠著我是流美的 我的尊嚴不需要靠著我是 還口才很好 我的尊嚴是因為我是 這個社會的一分子 我生活在一個自有民主 法治的國家的當中 那麼我的尊嚴可以得到完全的脆保 這是我一生所要努力的事情 所以 我真的很希望 我們所有的朋友 我們共同來努力 來建立我們的家園 建立我們的國家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要贏得世界的尊敬 我覺得其實都很簡單 一個人要贏得別人的尊敬 絕對不是每一天都開邊緣的到人家門口去給人家看 你不然是要怎麼 不然是要怎麼 最小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我們要的一個尊嚴是 我們能夠關心 發生在我們周遭的事情 我們對於那一種違反人權的事情 我們內心裡面有一種的激動 我們內心裡面有一種的衝動 我們內心裡面有一種的沒有辦法去阻止他的正直感 就會不斷的燃燒起來 而且我們到達最後 那種正直感會超越我們的自私感 我覺得這樣子的法治教育就成功 這樣子的人權交易就成功 這樣子 世界上的人 適然而然就會尊敬我們台灣人 我覺得 贏得尊敬絕對不是錢 贏得尊敬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要不夠驚訝 我們應該不會被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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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應該像是我們正在抗拒罪人權的犯罪, 這應該是一般人的活動。 其實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一般人應該做的事情, 其實它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不要認為我做的事情很有什麼特別的, 每個人都應該做的。 我們剛才聽到一個抗議的問題, 我要告訴大家,剛剛有人問, 這件悲劇是怎麼發生? 這個暴行怎麼會發生?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會被殺? 那是因為有這麼多人,那麼多的人, 他們不在乎這件事情。 所以真正的解決之道就是, 我們真的要站起來,呼籲這件事情。 而且真正的去執行,大家要要求, 就自己一定要我們親自去做, 停止迫害法輪功活摘他們的器官。 2006年4月13號,蘇家屯事件的女證人, 一位參與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眼角膜的醫生的太太, 在美國的國際記者俱樂部的新聞發布會上, 以錄音的形式, 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教會有近日記的習慣。 她的日記裡,有一篇日記是這樣的寫的。 當這個病人昏寂之後, 她用剪刀繳開這個病人的衣服的時候, 從衣服的口袋裡掉出來一包東西, 她打開一開設個小盒子。 這位在昏迷中, 被摘取器官的法輪功學員, 永遠也不會知道, 發生在她彌留之際的這件小事, 驚醒了這位醫生做人的良知, 從而揭開了一個驚天黑幕。 但是,要徹底終結這個罪惡, 需要更多人良知的驚醒。 這個前所未有的罪惡, 將許多無辜的生命置於生死之間。 而面對這個罪惡, 每一個人的選擇, 會將整個民族的良知置於生死之間。 女士和先生, 我之前忘記說了一件事, Lora已經通過了整個星期, 她想要我提到這件事, 所以Lora,請你給我一個例子, 請你給我一個例子, 一個國家的民族, 從來自中國, 可以給他們一些詳細嗎? 剛剛呢,我忘記舉一個例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例子很重要, 台灣有一個病患, 她要做腎臟移植的手術, 她在台灣因為長期, 得不到器官捐贈, 所以呢,最後等不到了, 受不了, 就到中國中共, 就中國去做器官移植, 那我要重點講的就是, 她等了一陣子, 第一個腎, 給她看了這個, 帶來這個, 換了第一個腎呢, 因為血型, 因為不配, 血型當然是合, 但是呢, 排斥, 結果就沒有成功, 第二個也沒有成功, 最後連續換了八顆腎, 才成功, 所以為了短暫的, 一個生命呢, 就是要做生命的延續, 就直接殺了八個人, 我要提出這樣的一個例子, 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最好奇葡萄文化後, 在哪個最好的那種 Destiny, 唸, 那些對石頭每個都會在這里, 最好奇董萍! 最好奇董, 今你會有關於主題, desk明燈漫的圈, 也有 необход光子, 那樣可很害怕, 在哪件事, 最好奇董, Dkä, 也有太多迫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